骑士直行分明还没到路口 右边就突然出现两名高中生 其中一人连看都没有看 也完全不顾当时车流量超大 直接穿越马路还回头看了一眼 骑士吓到立刻紧急刹车 只是后方两台机车就没这么好运 直接追撞甚至喷出车壳零件碎片 这让另一名原本也打算 直接穿越马路的女学生 站在原地不敢过去 骑士连忙路边停车 上前关心后方车祸状况 仔细看刚刚才违规穿越马路的女学生 看见朋友没过来又再度穿越马路 走回来和朋友一起 只是明明在往前几公尺的距离 就有斑马线 却还硬是违规过马路 车祸意外发生在22号下午6点多 正式下班下课巅峰时间 桃园一名骑士骑车经过 卢竹区新南路一段时 路边突然冲出女高中生 吓得她紧急刹车 幸好没有撞上 应该要走斑马线啊 即使有什么问题 而且那个人是好心嘛 停下来说 我不要撞到你这样 这个鞋身的话 应该是要穿越斑马线才对 不可以应该就是这样子过去 看到没人就过去 这样是很不对的 因为急刹发生追撞 虽然人没事 但车子碰伤 零件都被撞飞 因为孩子穿越马路 而造成后面的交通失误案 这个地方我们很抱歉 孩子的教育的部分 我们会再从人家 七级车必须离让行人 但行人也不能因此 就随意乱走 没有在斑马线上行走 不仅自己不安全 也容易害人发生意外 东山新闻桃源报导